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讲的是三到四段的部分 那一到二段呢,我们就知道了Mike Collins这样子的例子 他代表的是一个公民责任的一个实践者,对吧 建议勇为啊,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兽医而忽略掉了 自己应该可以去救更多生命的一个职责 那三到四段呢,就是延续一到二段 它的一个例子的发挥以及再次的讲解 那在进入三到四段之前,我们一样有一个问题 希望你好好的放在心里面想一想 If you're passing through the scene of a fire What will you do to help people in need? 好,那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Mike Collins 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勇为的一个例子 那如果说是你呢 如果你经过了火场,发现有受伤的人 你会卷起袖子去参加救援吗? 那如果你不行的话,那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去完成你的公民责任呢? OK,这个问题放在你的心底,让你去思考一下 好,那么继续往下看 好,那么继续讲解第三段的部分 In our daily lives, some situations are so important that they require us to take action when we have no actual legal responsibility 所以作者就提到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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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情况啊 are so important 是如此的重要 而这样的重要性呢 要求我们去采取行动 when we have no actual legal responsibility 当我们没有实际上的法律责任 要我们去怎么做 OK,什么意思呢 就算我们在法律上面 没有被规定说 一定要去要求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遇到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还是必须去卷起袖子 提供我们的一己之力嘛 去采取行动 去做这样的事情 帮助别人的事情 OK,好 那我们在这边稍微提醒你们一下 so that 请你帮我把它圈起来 如此怎么样 以至于怎么样 so后面请你加一个形容词 that请你后面加一个子句 OK,当作是 以至于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the that in the story above would not be blended for not taking action 所以呢,这个我们上述的故事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兽医啊 并不会被责备 如果他没有采取行动的话 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这个Mike Collins 这个我们一带二段 所提到的Mike Collins 他如果没有去救人 他也不会被责备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一位兽医 对不对 他其实没有义务 去拯救那些人类 因为人类拯救不是他的 职责所在 所以他也不会被责备 如果他没有去救嘛 好,那接下来 请你帮我把above圈起来 上述的是一到二段 所提到的那一位兽医 Mike Collins 好,那么继续往下 he did not start the fire and he did not have a job that required him to save people from burning buildings 所以呢,其实你看到 他为什么不会被责备 因为也不是他放的火啊 也不是他纵火的啊 对不对 start the fire 纵火 放火 and he did not have a job 而且他的工作职责 并没有要求他去拯救 在这个燃烧的房子里面的人 所以他本身也不是消防员 也不是一个拯救人类的医生 他只是一位兽医 OK,所以他的工作内容 并没有包括去拯救人类 好,但是提醒一下各位 safe啊 请你帮我把它圈起来 非常好用的片语 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解救出来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讲 However, he did have civic responsibilities When situation arose he took on jobs that he normally wouldn't do 好,但是呢 这个Mike Collins啊 依然有公民责任 什么样的公民责任呢 就是有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 他就会去承担他的工作 而这些工作呢 是平常他不会去做的 好,那其实呢 第三段就一直在告诉我们啦 就算法律上面有一些职责 是没有规定的 但是如果说当这个社会需要我们的时候 遇到一些重要的情况 我们一样可以挺身而出 为这个社会付出一己之力 那这个就是作者 所想要表达的公民责任 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 第四段的部分 那第四段就是总结啦 那第四段在作者的一个论述里面呢 我们希望你们去思考一下 What wa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s civic responsibilities 那针对于公民责任 作者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呢 好,那我们直接往下看 All of us can think of difficult situations like this and we might have to face them in the future 好,所以呢 我们全部的人呢 我们都能够想到 像这样子困难的情况 OK 好,比如说 像有一个状况啊 放在你面前 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去理他 但是如果说 你能够出一己之力 去帮助他的话 这也就完成了你的公民责任 这也是很棒的事情 那但是这决定权 就在你自己的身上了 OK 好,来 首先请你先帮我把think of 圈起来 想出 想到 好,所以呢 我们都有可能会想到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好,来针对think 搭配不同的机器词 能够有不同的意思 请你在空白处帮我补充一下 OK 好,比如说 think of think about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是想起某人或某事 那如果说是think of think of something 想出某件事情来 OK 那think something over 请你加个over 就变成了 仔细考虑某件事情 请你帮我把它筑记在旁边 我们补充一下 好 and we might have to face them in the future 未来呢 我们都有可能面对到这样子的情况 好,来各位 再来请你先帮我把face圈起来 这边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被动式使用 be faced with OK 面对与被面对嘛 这两个东西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好,我们可以把它补充在旁边 等于be faced with OK 好,那么继续往下看哦 when this type of situation does occur we can choose to wait for others to take action or we can act on our own OK,所以呢 当这样子类型的情况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觉得说 老师老师这个does, did或是do 这不是应该出现在否定句或者是疑问句上面吗 怎么会出现在肯定句上面呢 好,没有错来 各位请你先帮我把does宣起来 好,这边的does当作是一个强调语气的用法 哦,真的发生的时候 OK,真的发生的时候 强调语气 加上do, did, does 形成一个强调语气的肯定句 OK 好,所以当这样子的情况真实发生的时候 we can choose to wait 哦,我们也可以选择在旁边等待啊 对不对 wait for others to take action 哦,等待别人伸出援手 哦,我们在旁边看就好了 OK,我们不提供任何的帮助 or we can act on our own 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 选择自己行动 对哦,比如说 嗯,一群人站在那边围观 然后没有半个人伸出援手 大家都在等待 那只会让这件事情越来越糟糕嘛 对不对 倒不如我们自己当第一个 伸出援手的人来 好的,这边呢 再稍微提醒一下各位 on our own 靠自己 独立 OK,那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by oneself 或是alone 这样子都是可以的 哦,by oneself 等我们之前有学过了 OK,自己来 OK 好,那么继续往下看 Maybe we will face reluctant or scare sometimes but we must remember that we should shoulder our sever responsibilities 好,也许啊 Maybe 我们都会为此感到 怎么样 勉强或者是害怕 毕竟不是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啊 毕竟不是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啊 比如说像 Mike Collins 毕竟也不是擅长去救人 他只是负责去救动物 对不对 可是他还是去完成了救人这样的任务 对不对 那他不感到害怕吗 嗯,他有可能会感到害怕 对不对 就像我们在做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 都会感到害怕跟勉强一样 OK 而且有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Sometimes 但是我们都必须要记得 我们应该肩负着我们的公民责任 OK This is how each of us can make a difference to society 好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改变这个社会 Make a difference to society OK 好,很棒的一篇文章哦 OK 所以呢 这件事情基本上如果不要你去做 其实你也不会被受到责备 但是如果说你勇敢的挑出来 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别人一个机会 为这个社会贡献一己之力 那也是很棒的事情 也就达成了你的公民责任 OK 好 那接下来concursion的部分 我们已经讲完了全部的段落了 我们就来总结咯 What is the author's statement of this article? 那究竟这个作者的论述 究竟是符合下 A Everybody will face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the future 或者是B We can choose to wait for others to take action 或者是最后一个 C We should shoulder our civic responsibilities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好那你觉得哪一个论述会比较接近于作者想要传达的一个论点呢? OK 好 究竟是A 它只是要提醒我们 这个我们未来都有可能遇到一些困难的情况 或者是A 我们可以等待别人去救就好了 或者是C 我们都应该肩负我们的公民责任 去让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变得更棒 OK 是哪一个呢? 其实我觉得答案很明显啦 应该是最后一个C OK 好 那 针对于这样子的课文呢 我个人觉得啦 非常的具有正义感 没有错 未来的我们身为这个社会 甚至于这个世界的公民 我们都有一些自己应该要有的责任在 虽然说这样的责任或许不是说在法律上面规定 但是我们都必须要做到 好 那针对这样子的课文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自己回去 诶 思考一下自己 究竟能够有什么样的贡献对于这个社会 What can you do to shoulder your civic responsibility as a high school student? 现在你都是一个高中生嘛 那身为高中生 你回去要想想看 究竟对于这个社会 或者是对于这个世界 你能够有什么样的公民责任 好 这个问题让你带回去 好好地想一下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Thank you